來到派出所 大部分員警都在外頭執勤 辦公室設有監視器 但沒想到日前卻發生竊案 詢問相關事件 派出所員警很低調 原來日前有一名街友 因為闖入別人家中倉庫睡覺 警方將他帶回派出所做筆錄 並且已經上銬 但這名街友卻趁機摸走 員警座位上的背包 男子因案遭到移送 員警回到派出所才發現 背包錢財不見了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男子趁機刑切 又再度將他重新帶回警局審問 而警方內部調查 男子雖然有上銬 卻未靠在介護區 才讓男子可以走動 動了歪腦筋 警方將嫌犯移送至遞檢屬時 員警才在派出所廁所內 發現員警背包 本案警方將在通知 詹嫌盜盜索說明 釐清案情 本案偵辦過程中 該嫌雖有上套 卻借機 偷走林圓背包 嫌有人犯介護之疏失 將追究相關行政責任 派出所既然召竊 案件經過民眾投訴曝光 警察局坦承 卻有此事 強調未來會加強 內部的教育訓練 別讓類似事件 有機會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道